品牌 品牌對企業是一種責任 一種生命力的展現 是創造企業同仁價值 與追求公司永續經營的一條路 品牌是凝聚一群人的共識 有一致的信念跟價值觀 以負責任的態度 持續的提供與創造滿足客戶的需求 提供具有價值的服務 並能形塑出企業的文化 有了人才、有文化、有競爭力 企業才能有好的願景跟發展 對這個社會才有好的貢獻 在台灣以往都是以代工製造的思維 而得到成功的經驗模式 所以低延的企業投入品牌的建構決策的時間 以往對投資的人力跟金錢也相對保守 相對這幾年來 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對品牌的輔導不予一利 讓有很多的企業投入了品牌的機會 但品牌的經營是一項長期的投資 無法在數週完成專案 也無法在一個季度或一個年度 得到很好的成效 所以經營者要有很好的意志 需要有非常堅定的信念跟態度 需要持續的投資 更需要持續不斷的引領同仁 鼓勵同仁一起參與 一波接著一波 迎向未來希望的燭光 以前經營公司對品牌的做法跟想法有很多 經過這次參與品牌計畫的輔導 透過廣告公司有方法學 有系統的結構的整理 聚焦公司的核心優勢 進行內部教育訓練 形成內部的共識 有一致性的對外溝通的語言 提升品牌的價值溝通的效率 也能在市場上逐漸落地 聘創造出更多的商機 非常感謝工業局 品牌藥費計畫 以及輔導我們的徵觀公司